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一步足道 最容易犯的过程 日常生活当中 不知道界界 佛在经教里面教导我们社存无关 每一天吃饭用盖的时候 都要有观想 观想的内容 就是让我们知道 要爱惜 恶劣人里 生起感恩的意念 一丝一缕 一茶一饭 得来都相当不容易 要知道 农夫 工人 他们的辛劳 我们才得到日常生活当中的便宜 今天虽然是科技发达 人工大大的介绍 利用机械来种植 禅量增加了 禅量增加了 可是还是一样 要懂得要懂得 要懂得解锦 解锦 解锦 是美的 解锦是信的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诸佛菩萨 看看十十多多宗教的圣人 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安平落道 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要多想想 要细心去体会 有此必要吗 冷静地观察思维 我们就晓得 他不是为自己 是为苦难众生 科技纵然高度的发达 众生 还是敌不过业力 每一个人 说实实在在的话 如果不能够转迷成屋 一生 一生 都是被命运所拒束 就如同 法国语言家所说的 人逃不过命运的主宰 人的一生 都是受命运的安排 好像演戏 照着剧本来演 有几个人 在一生当中能够改造自己命运的 那是每一个宗教的真正修行人 修行人 不管是哪个宗教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 都是教你断叹成痴 都是教你念念 行行为一切众生造福 真正修行人 必定欢喜 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样子 这在佛法里面讲 真实功德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能不借借呢 日常生活 一盈一卓 懂得借借 他为社会大众服务 就决定不会浪费 决定知道 爱社会 爱众生 帮助他们 喜福 赔福 赔福 造福 众生得福 修行正修行正果的人 欢喜 众生在受苦受难 他们看到难过 但是 也无可耐忽 为什么呢 一切众生 一生的寄遇 都是自作自受 都是自作自受 自作自受 祝福菩萨 大圣大邪门 能够帮忙的 是教学 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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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智慧的人 有福德的人 遇到了 他能够一教奉行 能信 能解 能行 这个人 命运就转过来了 不肯相信 不肯一教奉行 转不过来 会端的人 从念头上转 永远保持一个善念 这个人是真正会修行的 也不见邪色 尽可能地避免 而不闻卧身 口 世尊在无量寿经上 教我们修学的原则 善呼口意不及他故 我们是业障深重的凡夫 业障深重从什么地方看呢 我们的念我 这个古人参加义游 从来没有把人呢 看作好人 这个就是义游 看到的都是别人的故事 听到的 你传说的 你传说的 皆是 是非长短 我们不晓得 这是大我 再仔细观察 他们那些修行人 为什么能做菩萨能做佛 好 是在讲 就是 六族惠能大使讲的一句话 不尽世间过 这句话 我们要把它当作座右鸣啊 真正放在心上 认真学习 不见世间过 我们就会成就 纵然世间人又过时 过时是他的 如果为什么想干 我要把他的过时放在我的心里 就是我的过时了 为什么做这种傻事情 为什么做这种傻事情 我学佛四十八年 在佛法里得到一点利益 也就从这个地方得到的 别人毁谤我无辱 有人来告诉我 我不听啊 不必说了 我都知道 不要再讲了 甚至于文字拿来给我 我把它丢在自制楼里 还有人送录像带给我 我把这个录像带退回去 我不听 我不看 为什么呢 心里面 永远保持人最好的印象 这样我们自己心才善啊 绝不允许心底里头有丝毫无印象落下去 我知道 阿赖耶斯路的我印象 将来果报是在无处 我为什么这么做 别人毁谤我 我绝不毁谤别人 我对别人赞叹 别人五入五 我感谢他替我消灾 替我消业帐 感恩都来不及了 怎么会有丝毫无印 我懂得 我懂得我们的修学方向不标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一心 正确心 慈悲心 我天天培养这个 喜欢听这些是非人物 喜欢打听这些事情 这五种心破坏了 谁破坏的 不是别人能破坏的 自己破坏自己 你怎么能怪人家呢 我懂得守护 别人破坏 我也开拒绝 有人来跟我说法师 某人说你的坏话 我能够不听 我能够用其他的话把它插掉 不然再说下去 这是什么 这是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就 不会的人呢 伤害自己 听到别人说 某人说你的坏话 你说 你说给我听 听完之后的说 我想办法保护他 你看看就是 造作罪业嘛 人家传来的话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不加思索 不加考虑 全盘接受 你说这个人愚痴不愚痴啊 毁弃自己的道心 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佛法 轻易的毁弃掉了 魔来破坏 魔的能力也不过就是这么大了 你要不接受 他一点能力都没有 你欢喜接受呢 你跟他合作了 他的能力才 这个能力才显示出来 你不跟他合作 你不跟他合作 不听他的 不理会他的 魔的法力再高 对你也无能为力 这一点 世尊在霸向成道 祥母给我们做了个好样子 我们为什么不记得呢 为什么不学习呢 所以我们 除世代人界 境界限界 想一想 佛遇到这个境界 他怎么处理 我们想佛遇 不能想佛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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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佛如来 永远生活在慈悲之中 佛家常讲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慈悲是无私 无条件的爱心 真诚的爱心 清净平等的爱心 爱护虚空罚解一切中 决定没有一丝毫分别之处 念念为别人利益作响 为别人复得作响 自己能忍受 忍受 实现的忍辱波罗明 佛 是最完美而没有缺陷的代行 都在经教之中 我们每一天都得无量寿经 我说过很多很多遍 能够能够 能够把无量寿经上的教会 依教奉献 百分之百做到了 这个人就是无量寿佛 就是阿弥陀佛 能做到一半 虽然做不到圆满 这个人真正是极落世界的菩萨 决定得深净土 他要不深净土 愿意在娑婆世界 广度众生 一定要得阿弥陀佛为神加持 这个一定的道理 佛力加持是好事情 自己如果不居足界定会 佛力纵然加持 还是依然会退传 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知道 以真诚心发现的时候 得佛力加持 这个心退了的时候 佛加持的力量也不见了 必须我们自己 有一分的功德了 佛就加持一分了 我们有十分的功德了 佛就加持十分 什么时候我们的功德 消失了 佛力的加持同时消失 功德相当不容易保持 佛在经上 多次给我们警惕 佛力 佛哨功德 不同佛德了 佛德能保得住啊 功德很不容易保住 功德是什么 功德是接定会 你破阶 功德没有了 你心一散乱 定就没有了 一迷惑于痴 会就没有了 功德 功德不容易保持啊 功德不容易保持啊 佛德能保得住 三山道可以享福 三卧道里头 除了地狱之外 卧鬼畜生里头 还是能享福 但是要记住 佛德不能帮助你超越三界 不能帮助你修行正苦 所以我们修行人 锁定自己的目标 戒定会三学 戒学是什么 守法 守规矩 而不是死在戒条之中 无量寿经 从翻开 从如是我闻到信受风险 字字句句 都是世尊对我们的交接 我们能信 能解 能行 就是持戒 三学里头戒学是广义的 不是下义的 我们把佛陀的教诲 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这也叫持戒 那么在这个同时 能保持自己心底清净平等 这是修定 金刚经上讲的修定的原则要懂啊 不取余相如如不动 这个话 要用我们现在背话说 外不着相 内也不动心 这是修成定 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呢 尽色纹身呢 马上着相 这一着相 定没有了 不但定没有了 心里面生起烦恼 喜怒哀怒 喜怒哀怒 气情无欲 随之生习 皆没有了 全都破掉了 所以 你的戒定会 被外面境界干扰破掉了 外面境界叫磨 磨尽 如果 外面境界不能破坏你 你坚持戒定会三学 外面境界是佛 所以佛境界跟磨境界是一一不是二 你用戒定会的心 面对外面境界是佛境界 你用贪嗔痴 对外面境界 外面境界是磨境界 所以佛跟磨从哪来的 是从你心里面生的 一念觉 都是佛境界 一念你 佛也是磨 要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真正才能够做到至上 真正做到爱人爱我 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物 那个善心生起来了 善念天天增长 对于陷害我们的人 我感恩 消我的业障 成就我忍辱波罗蜜 成就我禅定波罗蜜 成就我 剥弱波罗蜜 六度全了 也成就了持戒波罗蜜 也成就了不识波罗蜜 怎么不识 无微不识 他侮辱我 毁谤我 陷害我 我以感恩地心对待他 他不恐怖我 他不报复我 否则的话 他天天提心吊胆 这个人将来要报复 他心不安的 没有报复 反而有感恩 这叫无微不识 六度圆满了 那么这是我们在讲习当中 常常勉励作为同修的 日常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 齐心动念 无一步居足六波罗蜜 居足六波罗蜜的心形 这个人是菩萨 菩萨带人皆无 永远是慈悲 永远没有伤害 绝不唠扰众生 用现在的话说 绝定不找众生的麻烦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一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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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